各位北美人间学院的学员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很快我们的课程又来到了 今年度的秋季班 那秋季班这一次我所上的课 是六组谈经 那总共分为十堂课 所以这么丰富的内容 我们要在十堂课把它圆满 那会根据它的食品来分别跟大家分享 会为大家解说 那在十堂课上之前 我想先简单的跟大家简介一下 这一部六组谈经 六组华宝谈经 可以算的是我们中国第一部的白话文学作品 它具有相当高的文学内涵 也算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那它更是阐述禅中的一个金要 所以是我们禅学伟大的著作 那它一直在阐述每一个人真心本性 也指出我们真正的一个生命的价值跟意义 所以让我们更了解 更能够认识到我们真正的生命 所以总括来说 它就是一部充满生命智慧的宝典 过去我们常常听古人说 人生最大的幸福一件事 就是夜半挑灯读谈经 也就是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静静的来深读这部谈经 让我们获益良多 在禅宗庞大的一个这些经典当中 六祖华宝谈经一直被认为是一部非常至高的宝典 所以它在中国佛学思想上 它就具有一个成先起后的力量 我们知道在宋代明代两代一个理学家的语录当中 这一部六祖谈经 这些语录一直深受六祖谈经的影响 那谈经不但在佛教里具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 我们知道近代的国学大师全木先生 他尤其把论语孟子等书一起并列为 探索我们中国文化重要的经典 那不止东方人 西方人这个瓦刺士 他也认为六祖谈经 可以算的是东方精神文学最大的一个杰作 所以我们知道六祖谈经深受东方西方人士的喜欢 在迈入21世纪的今天 学禅已经造成是世界的潮流 每一个人都很想学禅 比如在美国 禅常常被认为是训练太空人很重要的课程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到了太空你必须在那里停留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如果你没有禅定的功夫 你就会觉得很无聊 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把你的时间来做安排 所以禅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而这部六祖谈经正是在阐述禅的一个争议 那到底禅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不难不难了解 禅在很多的佛书上经典上都告诉我们 他是不利文字 他是言语道断 他是自然天成的表现出我们本来的面目 所以禅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本心自信里面 应该都是有具足的 所以禅不是出家人的专利 不是只有出家人在讲禅 也不是呢 在深山古叉里面的老和尚 才有资格参禅入定 因为禅是佛性 人人都具有佛性 所以人人都可以禅禅 禅有无限的意义 它的内容是非常的宽广 它是非常有弹性的 它是非常多元的 它是热情的 所以它有无限的内容 有无限的境界 如果呢 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都有一点禅的素养 禅的生活 禅的体会 那这样子呢 对于我们心境的拓宽 精神的升华 甚至我们能格的培养 那我们心跟物的一个调和 对于我们修行都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 一句很难堪的言语 或者是一个很尴尬的动作 或者彼此之间有一些 不悦的一个往事 但是呢 如果彼此之间都有禅的一个素养 大家都可以用一种很洒脱 很幽默的 很逍遥 很自在的方式呢 一下子就把这种尴尬 这种不自在 这种难堪的一个场面呢 就把它呢 这个烟消云散 所以禅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 都是非常的重要 而这一部六祖谈经 正是在阐述禅的一个思想 所以我们知道六祖谈经的思想源流 当然我们就要从禅的起源开始来说 那这个起源来自佛陀 在临身会上脸花示众 当时呢所有的人都默然 只有呢 大家设尊者 破颜为孝 佛陀说了 我有正华眼障 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唯妙法门 不利文字 郊外别传 特别付足给摩赫加社 所以在武登会员的记载 也有这么一个公案 我们知道脸花微笑 这个说明了禅宗的 一波的一个传承 源自于林山会上 佛陀呢 把禅宗的秘法呢 传给了摩赫加社 然后经过几代的一个传承 到了第二十八代 就是菩提达摩 那菩提达摩从 这个印度来到了中国 也为我们剥下了禅的一个种制 所以称为是东土禅宗的初祖 后来到了五祖红能大师 又传给六祖惠能大师 所以让惠能大师的南宗 顿禅 浊然这个蔚然浊立 波然大放异才 所以演变成现在所谓的五家七宗 这个也应验了菩提达摩 他所说的他的预言 一花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 所以这个奠定了隋唐禅学的黄金时代 六祖谈经这部经 总共在大师的这个著作里面 像因为我们是行云大师的弟子 大师三六五全集里面 各种这个经典 各种的内容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我们这教材 我们都会采用大师的著作 所以大师在这一部六祖华宝谈经里面 也非常的具体 非常的详细 帮我们呢 把整部经分为了食品 所以呢 在这个食品的内容里面 我们在往后的十堂课 我们会一一的来为大家解说 来跟大家分享 来大家呢 共同研讨 那现在我先大约的 跟大家讲一下 这食品到底所要传达 给我们的一个精神跟启发是什么 第一行有品 这个是在描述六祖卫人大师 他的一个身世 他的一个过程 还有他的求法 得法 乃至他弘法的种种的历程 所以可以算是我们这一部谈经的续分 我们知道一部经都有所谓的续分 正宗分跟流通分 那这一品呢 就是一个续分 再来就是剥瑞品 那剥瑞品在我们六祖谈经里面 算是最重要的一品 所以这一品呢 将禅的价值 还有他的意义呢 发挥得非常的透彻 所以这一部经是在讲 伟次使 他向六祖卫人大师的一个请义 而六祖卫人大师 为大众开眼 魔后剥瑞破罗蜜 所以让我们知道 什么叫做 事得自信 剥瑞 就是见性成佛 再来第三品 结一品 那当然这个就是帮忙 这个解答一些疑问 也就是说 为次时 当时问了六祖汇能大师 为什么梁武帝造势 度身 布施色哉 而菩提达摩 对他的回答 却是了无功德 所以这个问答呢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也非常的好奇 甚至在这一品里面 也解答了 念佛往生西方的种种疑问 后来用这种无相送来揭示 在家人怎么样修行 第四品 定慧品 那就讲到定跟慧 在城中里面 离不开定慧 那定就是一个本体 慧就是一个用 所以定慧 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 那在这一品里面 也让我们知道 这个修行法门 要以无念为中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再来进入到第五品 做禅品 这个让我们呢 更加的明白 做禅不是 只是把两只腿盘起来 然后呢 眼观鼻鼻观心 这个叫做做禅 其实不是的 它的范围是非常的广益 所以这里讲到了 做禅的意义 外于一切善恶境界 信念不起 名为做 自信不动 名为禅 什么叫做禅定呢 外离向为禅 内不乱为定 所以呢 因此在我能于念念之中 能够呢 见到我们的本性亲近 所以这个在做禅品里面 就有讲到这样的重点 第六就是忏悔品 那这里讲到了 就是六祖会能大师 未来听法的人 四方的世述人呢 讲述自信五分法身相 那这里就讲到了 戒相 定相 会相 解脱相 解脱之见相 还有呢 无相的忏悔 在这一品里面 也阐述的非常的清楚 再来第七品 吉原品 那这个就是呢 当时六祖得法以后 在潮西洪化的时候 跟吴敬藏 比丘尼 华海 华达 制造等诸位法师 各方的学士呢 师之上投契的一个对答 一个机缘的 这种Q&A 再来第八 顿剑品 我们知道 北宗就是神秀大师 提倡 剑修 那南宗就是惠能大师 顿法 所以顿剑 这个一般我们非常的清楚 南人北秀 那这个就是六祖惠能大师 为神秀的自成禅师 所开示的 法无物顿剑 仁有利顿 所以叫做顿剑 再来第九 副法品 第十 副竹品 那副竹品跟副法品 这个可以算是我们 整部经的一个后面的流通 那也说明了 当朝 这个武则天太后 跟宗宗 引起讲育六祖惠能大师的经过 甚至呢 怎么样遵从六祖惠能大师 拥护佛法的一个过程 那第十品 就是呢 六祖惠能大师 已经面临到要涅槃了 所以他开始要教弟子如何 举用三颗三十六对 才不会呢 失去这个禅宗盾门的一个宗旨 还有六祖惠能大师 这个迁移 这个作画前后的过程 好 总共有十堂 那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会一一的 在往后的十堂课里面呢 每一品每一品很详尽的来跟大家写说 那因为内容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们会采取大师在六祖谈经里面 所设定的一些问题来为大家解答 从问题当中就能够揽出每一品每一品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价值 跟它的重点 那以上就是我简单的先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部伟大的著作 中国白话文学六祖惠能大师的传记 六祖谈经 那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深入金杖 期盼大家智慧如海 我们共同遨游在华海之中 最后祝福大家花开四季 耕耘心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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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